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外星生命能源的东西 我们讲一些人的东西 人一定要讲东西 不讲东西就很大件事 但是讲什么话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讲广东话 普通话 讲英文 讲什么 我们以前讲过 有些语文跟我们日常的习惯很不同 比如我们喜欢放主义的项目在头上 那个项目就放在尾上 中间有个动词 但是日文不是 日文的动词是放在尾上的 有些语言就有动词放在前面的 但是一件事最大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德文 德文讲了一大论之后 它到尾才加了Nordnik 就是说你要听完这句话 你才知道那句是还是不是 还有它可以很长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们读语言学的时候 有一个很著名的争论 就是这个所谓Sapire Wolf Hypothesis 就是说我们想的东西其实是给我们的语言决定的 不是调转的 其实就是我们讲什么话呢 就是决定了我们那个思考的方法 但是这个在当代语言学里面 就是被人批判到看毛缘夫的了 所以我们今天都可以讲这些问题 在这个实证上面 现在没有查过就是 如果你说什么话的时候 你那个脑子是怎么移动呢 这个是很有趣的 刚刚在这个星期就由这个很出名研究 这些人类 即不只是人类基因 而是讲人类认知 这些老神经那些东西 那个Max Planck Institute 其实就这么说了 Max Planck Institute就不止这个情形 它基本上研究一些基础科学 它是很全面的 除了你说物理学 人类考古 现在讲的那些神经科学 它都是数一数二的 即是说德国的Max Planck 它在这个研究 老神经科学那里的一个研究 我觉得出了一个挺有趣的结果的 它就刚刚发表 即是这一两天公布 就是说它研究了一些专专讲阿拉伯话的人 它的脑部 和讲德文的人 它的脑部 它讲起它这种话上来 它和它沟通起来的时候 它脑部活动会有什么显著不同呢 那你可以想象到大家可能沟通里面的内容都是那堆的 但是只不过一个就跟阿拉伯话说 一个就跟德文说 其他的因素就尽量控制了一样 就是无论那个人的年龄 教育程度等等 大家都差不多 然后看看会不会一些是完完全全的 应该只是来自它讲的那种母语的分别 就令到他们的脑部活动有不同呢 那现在台长他就展示了这张图 我觉得很有趣了 这两个好像合图那样的 在那个有多些红色点点 在画面左边的那个脑部的图 是一个讲德文的人的脑来的 而在右边多些绿色点点那个呢 就是一个讲阿拉伯话的人的脑来的 那就是如果台长 你要看这些数据 你会觉得 咦 你觉得分别最大在哪里呢 这堆红点分布和这堆红点分布 哦 德国人大件事啊 德国人 德国人怎么大件事呢 它左脑和右脑之间没有联系的 嗯 是啊 很有趣这件事 任何说他完全没有呢 相对于他刚刚讲的 他主要的那个联系 他又不是说整个过程完全没有 但是他主要的联系呢 是侧重了在他左脑的一个部分 接着来我觉得很有趣了 哇 一个如果左脑受伤害德国人 他就不用说话了 有的 这个在我们这边呢 这个位置是我们决定了我们的语言 很多是这个有问题的那些 其实是会有那些分别的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那个左脑右脑的功能上 有很大的分别在那里 而且就是说它处理那种叫syntax 可能是那些 语法那些问题在那里 德国是很 就是我那个区说起德文上来 就特别活跃的 就零零射射在那个左脑的一部分里面 神经元他们自己就射里射去 那些信号就特别活跃多一点的 其实我就这么说 德文这个语言 我自己没有认识了 但是台长以你的认识 你会觉得他有比起其他语言来说 他有没有 就是你这样说的一部分 有没有一些可以印象到 这道说法的一些特色呢 是不是真的处理先天术特别用力的呢 有 这个最多是说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是副手德文的嘛 德文那个文字结构是比较严谨的 严谨的 但是那个我们不需要深谷讨论 德文有些什么不同呢 譬如那个Dedidas 就是阴性 阳性 中性呢 你是寄到偶电的 它是没有邏輯可言的 它的月亮是阳性的 你全部是要寄的 你全部是要寄的 当然如果你譬如说我们以前 就是我们上两集都讲过 就是根据那个Chomsky的说法 就是你只要在三岁的时候 你接触到这个阳 其实你很自动地了解到那个 Syntax 你不需要人教你 你自己会理解到这个 但是如果你从德国文化那边看到 他们的左脑那个逻辑思维是相当之强的 那你也可以说会不会 因为他们本身的语言 决定了他们的行为 也影响到他们的逻辑思维 那些东西特别的东西 一板一板的呢 这个就很厉害 因为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都反复讨论的这个问题 在美國主流的語言學界他們不想這樣 不想的原因是一個政治的原因 就是如果這個情況 有些人會更厲害 有些人會更蠢 甚至他們會上升到一些民族主義的層面 有些人會容易 德國會很有這種的 因為你看這個分別就是他們集中在這裡 換言之邏輯上的思維是相當極強的 但是他們不會想講到就是因為它是語法問題 你可以反過來的 就因為它一直的邏輯思維都這麼強調在左路裡面 所以它形成了這種這樣的 就不是一定純粹那個語言的結構 但是我接觸德文 我覺得是真的有這個影響 但是問題就是你阿拉伯話我不認識的 我不能夠說 認證到阿拉伯人左右 但是如果你看到圖片是 現在我們就好像跳得很快 現在這個研究最主要是講到就是 你的語言怎麼影響到跟老部活動的關聯 最後跟它的邏輯思維和整個民族的東西 我們就扯得很遠 但是當然這個研究就沒有那麼多 還沒去到這裡了 說回阿拉伯那裡 你會看到左右那個年系 你會發覺多一些 很平均的 是啊 平均的 是啊 看來圖像好像舒服一些 我覺得 但是很有趣了 它就提到一個地步就是說 原來講起阿拉伯話的時候 就對於一些比較morphological的概念 這裡要解釋一下是什麼來的? 所謂morphological就是說你那些字本身你會變的 英文就變得很重要了 比如說我們如果是past tense的 比如是這個realize 我們加個d字進去就是那個字形的變化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變化 中文就沒有的 中文我會加多一個字進去就不是一個字裡面有 絕大部份我們都沒有這樣的情況 是的 也都看到就是可能對於一些比較整個大 picture 整個結構那些東西就反而是會比較活躍了 就對應於這樣的東西 那我最好期待的會不會有人把這個東西放在做中文的研究 甚至乎你說說廣東話 我講謊言的時候那種分別可以怎樣 你可以對照一下 講廣東話的腦部結構 和講普通話的時候腦部結構是怎樣呢? 我就覺得合理一些就是 分別應該沒有那麼大的 因為始終都是基於中文的語言 但是發音那裡可能是有些不同的 不是的 廣東話的語法和普通話有分別的 可以分別 因為南、北都可以有分別 而且這裡看到這個syntax和morphological是兩個不同的層面 一個是語、句法、句子、一個是詞彙 你可以想像一下 譬如其他人 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在廣東話我們有九音 那可能我們不是在那個句法、語法和詞彙裡面 可能是在語音裡面 因為我不知道你接觸有沒有我個人講廣東話 他們那個音是拿不准的 大部份都拿不准的 有極少數是好像我們的母語那樣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還有這個研究是中國人做的 是 由中國男學生做的 而且很有趣的 他已經想定下一步會做什麼研究了 那他就想著大家去 cross over 那就是怎樣呢 他就找一個講開德文的人 去學一下阿拉伯話 看看他學了六個月之後的腦部信號那個變化會是怎樣的 反過來 講阿拉伯話的人 又是給他學六個月的德文 看看他怎樣的 是的 如果你說我太遲才看到這種研究 那其實小弟都可以作為一個中文腦袋 學習葡萄牙話呢 我都學了幾個月的 看看我的腦袋又會怎樣不同 但是有些還做什麼的 譬如說我們很早就學英文 我自己是小學已經是讀英文小學 那對我的腦部的結構有沒有一定的影響呢 那甚至有些地方的小孩子是三語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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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就是了 瑞士幾種不同的語言 而且三種都不同的 不過他們差不多是拉丁語系的那些 是 是 是 還有就是語言之間的差別有多大呢 是 就是你阿拉伯話和德文兩個不同 完全不同的語系 譬如我們唐恆學英文都是這樣的 我們整個語法和英文的差別 很不同 很不同 是 是 那現在這裡就這麼說了 我就覺得很慶幸 就是說 竟然有第一種這樣的老神經的研究 是跟我們的語言行為是嘗試擺了一個關聯在那裡的 那這個也有賴於我們現在那個數據那個掌握的技術 做得越來越仔細 可以看得越來越靈敏的信號 就是 其實要這麼說呢 如果你看回最原初的數據 你會發覺一堆東西 你要怎樣抽屍膜間 看到哪一些的數據是真的對於德文來說獨有的信號 還有對於阿拉伯話 講阿拉伯話成為一個獨有的信號呢 我想這個裡面的方法 他們怎樣去處理那個數據呢 其實才是最厲害的地方 但是這個也看到就是對於Max Planck Institute 他對於很有趣的 他很多這些跨科學 跨領域的研究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不小心 我看到除了看Nature、Science 這些期刊出的東西 或者是美國一律大學出的東西 我看到Max Planck的東西 我都是發覺信心很正的 那名字已經很厲害了 Max Planck 德國人只能給你這個名字 那一定是很嚴格去審核他出來的那個論文的水平 所以大家就 簡單來說是這個名牌來的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 不過這裏我要補充一點點 就是在美國以我自己的經驗 對於這些研究 其實有那個很強的政治傾向 特別近年有一個很出名的心理學家 他也涉及這個名字 Steven Pinker 他在政治上有頗多的一些見解 這個也都牽涉回來 就是 因為我看過那些書 其實他很否定這一類的語言 決定了我們那個世界觀 或者我們那個時代的方式 因為剛才我們也說過 這個牽涉到一個種族的問題 是 是 所以我就很懷疑 就是在西方的主流的科學界 這個問題會有一個比較客觀的科學研究 不過這樣說 如果純粹將它擺成一些這樣的實證數據 做一個關聯的分析 不要妄自地去給一個因果的關係 那我想還有一個學術討論的空間在這裡 他們很厲害的 他們現在一定很小心 講到這些就是政治正確 但是他們也都回來了 他一感受到有些少許這些東西 他一定是砌很多很多這些這樣的 去否定回來 等到大家爭拗來爭拗去 但是我想我們很慶幸的 就是今時今日 我們不需要說 憑一些很所謂intuitive 即是直覺性的研究 或者所謂introspective 就是你自己的心裡面 現在很客觀的 就是你講這件事的時候 你的腦袋上去哪一塊 去引證這個問題 但是其中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作為德國人都很嚴重的 你一撞到這邊 就不用說話了 我想每個人的能力都差了很多 是啊 我們在讀完學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叫做lateralization 就是當那個人 他人成長的時候 可能在講幾歲之後 他每一個腦的負責的部份 他會固定下來的 但是如果你在他還沒成長得完的時候 或者他自己可以增長的時候 他可以將這些功能轉移去到其他腦的部份 是啊 所以也是這樣說的 我自己對我的小朋友 我是趁著他五歲之前 他什麼話我都教了他 接著你發覺你保持到他五歲 保持到七歲八歲 他就可以master到同時幾樣語言 就是過往香港有些家長都試過走過很彎的路 尤其是80後那代 90後那代 就是很小時候只是給他學英文 想著他及早學好英文 結果大了就不肯學中文 但是其實不是的 你趁著他最小的時候 你一次我把幾種話給他 甚至乎多到你不信 那些話可以多到都是 是啊 我自己個人個人的意見 就是如果你懂英文 大了學中文就很糟糕的 是啊 中文是嗎 你懂中文之後你大了學 學英文呢 就相對是容易很多的 因為你這麼簡單 你記中文字 你起碼記三千個字才免得在那補齒 有些字很難寫的 我到現在開始有些字我不會寫的 打字打得多你就會忘記了 現在語音輸入的了 還寫字嗎 我最近寫文我都全部語音輸入的了 因為真的很爽啊 這一節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 分享 留言 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我們在這次見面 我們在21年之後 明星期節目 我們在那次見面 我們在1月前 嗯 我們在這邊